美国移民局放宽对留学生OPT申请的要求 2021年2月底 美国移民局2月26日星期五 对留学生毕业后的OPT实习申请 包括STEM OPT延期提供更多手续上的便利 到美国留学的一个优点是 毕业以后可以有至少一年的实习时间 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OPT如果是理工STEM专业的 还有机会申请此后两年的STEM OPT延期 如果是在美国读了本科学位以后 又继续读硕士或者读了硕士或本科 以后又继续读博士 不管是直接连下来读学位 还是在中断了几年以后 再开始读新的学位 还可以有新的一轮 OPT实习期 在OPT实习期间 留学生有机会办理工作签证或者绿卡 在美国长期生活工作 过去若干年里 几十万中国留学生 包括笔者自己和很多朋友们 都是这样 从OPT开始在美国的职场生涯的 今天美国移民局宣布的消息是 对于在2020年10月1号到2021年5月1号之间提交到移民局的OPT申请 具体来说 因为这一段时间提交的申请 也包括其他的绿卡和签证身份申请 因为疫情和天气等原因 又叫长延五 申请人往往在提交以后 过了几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 还没有收到来自移民局的收据 移民局因此做出补偿 宣布OPT从批准至日起12个月有效 正常的规定是毕业以后的OPT需要在毕业后14个月以内用完 也就是说留学生毕业后最晚也要在两个月内开始使用OPT 然后在此后的12个月里面完成前面提到的两年STEMOPT延期是额外的 但是如果留学生毕业前后提交的OPT申请在审理时发生延误 得到批准时已经超过了毕业后的两个月实现 那么要在毕业后14个月里结束OPT 不就缩短了实际的有效期给留学生造成损失和不变吗 为了弥补这一损失 移民局宣布对于在2020年10月1号到2021年5月1号 之前提交到移民局的OPT申请 有效期是从批准至日算起的 整整12个月 不考虑OPT需要在毕业后14个月以内用完 如果申请人已经收到OPT的批准I-765 但是上面的有效期不到12个月 那么可以向移民局提出要求更改收到的OPT-ED 移民局会发给这样的留学生一个新的ED卡 上面有新的截至日期 以便让留学生能够用满12个月的时间 留学生在毕业前后申请OPT或者申请STEM延期 如果申请被拒又错过了重新申请的事件 可以在2021年5月的以前重新提交申请 再得到一次机会 有一些留学生的实习申请 因为表格填写问题 签字问题 支票付费问题 照片问题 I-20的学校签字问题 邮寄问题 或者其他材料问题 被移民局退回 rejected 但是如前面提到 如果因为移民局发放收据和处理的时间长 在OPT申请被退回时 申请的窗口已经过了 已经来不及重新提交申请了 怎么办呢 移民局今天宣布 对于这种情况 如果最初的申请是在2020年10月1号以后 提交到移民局的 后来被退回 可以抓紧时间 在2021年5月的以前 重新提交 或者STEM延期申请 不受传统规定的申请窗口时间影响 而且这种情况 留学生可以不需要 请学校重新为自己的I-20签字 如果留学生此前提交的OPT 包括STEM延期申请表上面的签字有问题 比如签错了地方 忘记签名 使用了计算机自动生成的签名 而不是手写的或者扫描的 传统上 这样的申请会被移民局退回 rejected 造成很多人错过OPT 申请窗口 造成身份问题 今天 移民局宣布 对于这种情况 在上面提到的时间段里 2020年10月1号到2021年5月31号之间 移民局会发RFE Request for Evidence 给申请人补充材料 补充提交新的申请表 补上正确的签名 而不是直接退回 reject申请材料 总之 这个由美国移民局 USCIS 今天公布的消息 对很多留学生毕业生 包括初次办理 OPT 和办理 STEM 延期的提供了更多方便 更多信息 请参见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微信公众号内容 搜索 每本每高留学指南 有疑问可以 email 联系